所以台灣人被新住民委員打 就很光榮嗎 所以陳志浩胡說八道 很簡單啊 我們講道理就好了 為什麼呢 那麼事實上立法院裡面呢 這麼大的一個衝突啊 你推來我推 會互相推擊啊 那麼事實上所在都有 那不足為奇啦 但是你看連續方面就很簡單嘛 是誰先動手的嘛 誰先用左手要去打人家 麥玉珍先動手 誰先用左手去打人家的嘛 你出手打我 我出手還擊對不對 合法防衛自己 這樣有錯嗎 因為麥玉珍第一次出手的時候 然後沒有打中 對 你可以發現嘛 我們現在還原他嘛 兩大大推擊對不對 他出左手 我們現在直接看錄影帶 我們還原錄影帶就好了 他說左手要去揮擊 要去打林淑芬嘛 所以林淑芬才右手 這樣子揮拳出去嘛 所以我只能乖乖的站著 被人家打嗎 是這個意思嗎 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 你民眾黨都是這樣子嗎 他後來麥玉珍又要出腳踹人嘛 對不對 麥玉珍就是因為被打中 被林淑芬的 右拳打中了以後呢 所以腦羞成怒了以後 還出腳踹這個 想要踹這個林淑芬嘛 大家都在推擠 但問題是是非黑白 還好現在都有錄影帶 而且都有不同的角度錄影帶嘛 我反覆看了幾十次了 就是你麥玉珍先動手的嘛 互相動手 頂多叫互毆吧 互毆是什麼意思 你打我我合法智慧 防衛自己 不然我問你嘛 難道我就這樣子 站著讓他打嗎 是 難道只有你們可以 民眾黨可以打人嗎 是 民眾黨不管什麼身份的委員 都不可以打人 我講坦白 所以我們都不能還手 我們都讓他這樣打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身份特殊 所以誰要對我怎麼樣 我就算了 對不對 我的領輸啊 他的票砰這樣就對了嘛 不能這樣嘛 還有跟大家補充 報告一個消息 剛剛 那麼就在剛剛現場負責 這個現場負責 這個等於說 在青島東路跟 濟南路的相關的群眾呢 他們向中正一分局申請 緊急集會遊行 已經核准 警方核准中山南路慢車道 已經給他們了 目前為止 講是講2000人 但是到今天晚上11點59分 所以在中山南路 本來說自然溢出嘛 對不對 因為立委 國民黨的立委王宏偉 不是把陸權給申請了嗎 但警惠遊行被駁回嘛 那我也不知道 這樣的陸權有什麼功用 有什麼意義 沒有嘛 故意搗蛋了嘛 中國國民黨就是故意搗蛋了 很簡單嘛 我把陸權申請了以後 不核准 這塊我 你要藏在我這裡 本來的想法是說 人數自然溢出嘛 那麼現在警方直接核准了 所以呢 事實上呢 這是一個攻防 然後人民的力量 人民的聲音 你應該要聽聽人民的聲音 你要請聽人民的聲音 台灣的社員就不是 跟中國國民黨跟民眾黨而已 就拿出剛才民眾黨跟你說的 跟民眾黨 打人的喊 喊 喊被打 你知道嗎 還喊暴力 說一大堆 對不對 事實真相只有一個啦 到底是怎樣就是說 我們反對暴力 但是當人家親民打 我們打的 把你們救援的時候 我不能還手喔 那是女兒 那是去嘟就她 嘟就我去看看 我說坦白的 很簡單嘛 這是我們要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這是最起碼 最那個的嘛 怎麼會有人 顛倒是非 黑白 把我翻過來 說呢 救援處理 你也有 那個傅坤奇說 他接到線報有沒有 什麼黑道 民進黨要撈人 黑道 以前不是說我 沒有絕對說過 你知道嗎 氣無處理 你的政治拿出來啊 什麼國民黨的總召 撈什麼人 我不知道啦 我只知道 我們現在最大的 老闆 最大的 黑社會組織 好像就在立法院一樣嘛 不是這個樣子嗎 現在大家看到 打人這樣很嚇壞 然後呢 我們台灣的民主 是嚇死世界各國的 為什麼 說很久的人 對不對 連續炒股票 派錢還做好 你知道嗎 更生人 更生人黨 我問我們就是變這樣嘛 各位組織 各位公安委 國民黨有一個立委 怎麼說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幹 不怕 生死都不怕 最好申請隨附 就是叫 你不是生死都看淡了 你還申請隨附幹嘛 現在說五十個 都要申請隨附就對了 國民黨都要申請 你是在怕什麼 放一個流 要切個警察給你對 你是怕人怕 人給你阿滷罩啦 莫名機廟啊 每人黑兜 誤止人家黑道 證據拿出來 拿不出來 你才是誤陷 別人黑道的傢伙啦 陳廷飛呢 已經人堵住牆後面囉 靠著牆後面囉 雙手合十 沒有想到還是被國民黨團團團包圍 那中間呢 我看到這個畫面 我也嚇到了 陳昱正在旁邊這個推擠 全副武裝這樣推他 硬要把他推下去 對啊 陳昱正用了非常暴力的手段 去推陳廷飛 而且他還跟了葛如鈞 一男一女一搭一唱 因為葛如鈞那個時候的話 就把手伸得高高的 露出詭異的微笑 然後這樣子開始往陳廷飛後面這樣蹭過去 事後的話還是說是陳廷飛去性騷擾他 這個就陳玉珍還直接這樣子去繼續去罵陳廷飛 就很奇怪嘛 你說幾個男營立委 那時候已經女性立委 已經團團包圍住陳廷飛 葛如鈞根本就不用站在他的後面 而且陳廷飛不可能會去騷擾葛如鈞的原因 是因為是說 他根本看不到葛如鈞 可是你看陳玉珍這個畫面 他其實是硬把陳廷飛推走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戰術之一 你就雙手合十 讓大家沒有辦法動你 可是陳玉珍還是用推土器一樣的方式 把你直接纏走 沒錯 陳玉珍就是用非常暴力的方式 來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他們人數上是有優勢 確實是可以慢慢的就施力把他推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陳玉珍你看他還戴著那個單車帽 到底他要擔心什麼 然後這樣子哇 讓你一直往前用力一推 他這三次都全部被裝 差點就解倒 所以有顯示顯現的是說 這個藍營他們距離在這邊 然後用的這些抗爭的手法 是非常這個暴力 而且是超乎必要的一個範圍 但與此同時 我們有密切關心一個人 叫做黃國昌 他在幹嘛 為什麼 因為他在開直播 首先你看這個畫面是什麼 這是臉書上面的畫面 幾個藍營的立委全部在直播 直播 徐曉青直播 廖偉翔直播 吳宗憲直播 翁曉玲直播 都愛直播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把這個直播訊號 可能一個訊源分給這其他幾個 不是啊 大家不是在舉手 舉手不舉手 他都愛直播 對 手機放在那邊 因為他們這個訊源是共享的 所以我們也不會很累 但是每一個直播 都是一兩百人看 沒有 我覺得今天有卡住 因為黃國昌這一次俊俏臉旁 卡卡卡卡卡卡 因為他直播不停的中斷 我覺得可能太多人直播 但我想說黃國昌 你也是有領立法院的薪水 大家在下面表決 你一個人坐在最後面直播 黃國昌短短一個禮拜之內 他的地位順煙的竄身 直播主 對 原本他是傅宏憲的小弟 負責在那邊綁繩子 在那邊鎖門的嘛 可是因為是說黃國昌 他的這個YouTube直播 現在還在進行當中 人數非常多 超過破萬人 雖然有網友說 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會降到兩千人 不知道那八千是不是買的 就不知道 反正他的人數 比起國民黨的其他幾個立委 每個大概 徐曉軒我剛剛看一百五十幾個人 其他幾個人大概就是 幾十個到一百個上下 人數很凄殘 所有人都集中在黃國昌 而且他很聰明 我發現因為他休息的時候 他畫面繼續開著 然後抖內就不停的上升 沒錯 沒錯 所以說黃國昌已經等於是藍白加在一起 所有流量的這個加總 等於他一個人 他變成藍白的一個傳聲筒 以及最大的一台 這個時候他地位就串升 他不需要再去守門 也不用去推擠 他只要坐在那邊 把那個螢幕換過來 讓大家看看老師 俊俏的這個臉龐 就可以了 所以說就等於是 他今天收斂了 對啊 醫院 他現在被他罵 就不敢講 但我覺得最有趣的事情 我最後補充一點 因為昨天有很多小草覺醒了 然後今天到了現場 在清澈東路 你自己有觀察 有小草到 對 那小草覺醒的原因是什麼 看到民眾長在吃炸雞 他看到黃國昌 吃炸雞不行嗎 還倒是爬辣 他們原本覺得他們是佛祖 是耶穌是穆罕默德 是很崇高的學者跟人士 結果發現在嚴肅的殿堂上 講道理不講道理 抗爭也不敢出去 然後在後面吃那個大炸雞筒 那個全家餐在那邊 在那邊啃炸雞 這個畫面 那很多小草看到的時候 原本對他們黃國昌崇高的人格形象 就瞬間的破產 所以他們投黃國昌 是以為他們吃素是不是 原本以為他們是很嚴肅的 在討論法律 沒想到他在那邊看戲吃炸雞 這一幕看穿了 他們藍白聯手 就是在把國會搞亂 好 所以請教來仁俊哥 因為今天在陳廷飛 這個主舞台上面 有另外一個 剛剛朗東有說到 我就想說奇怪 陳廷飛就已經靠著牆壁了 這葛如君它的尺寸也不是很小隻喔 怎麼他